好 我們現在呢 就是剛剛那個部分 你可以先把它關掉 重新再打開一下 進到這個完整的編輯功能 我們現在現場的幾天先稍微準備好 這樣你看到嗎 其實我們除了你現在看到這個綠幕以外 因為我是有點擔心這個綠幕這樣還不夠那個 所以我這邊有那個欄目 那一般來講我們就是說 不管你是教學現場也好 還是說各位比如說你能拍社團的廣告啦 還是一般的那個 原則上如果你是拍人的話 拍人的話主要就是用這兩種顏色 螢光藍或螢光綠做什麼 去背 去背 照片 什麼叫去背知道嗎 對岸稱作抗圖 對岸稱作抗圖 好 反正就是把人的部分拿 留著 然後呢 背景去掉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是照片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照片就除了一張而已對不對 可是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有看過 那個輸出影片的時候 在這邊 比如說我先隨便丟一個進來吧 輸出影片的時候我們剛剛只有看到 三十批 二十四批嗎 代表什麼 一秒鐘要有二十四張或三十張的照片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去背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如果今天我是在這種 拍影片的這個模式之下的話 我可以在拍的時候呢 就怎麼樣 就只 就是 拍好這個履幕 我們就把它去背一下 好 像 各位如果還記得我們上次在那個 這裡 好 我們上次在這邊有沒有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那個拍片的現場 像這樣子 好 這個 欄目掉起來 那我們在後面這裡的話呢 欸 拍起來又像這樣 所以這個 像這段影片拍的比較好 就是整個那個畫面都很平均的蠻 那效果會比較好 好 效果會比較好 那我們就可以在我們軟體裡面 來做這樣 做所謂的去背的動作 像這樣子有沒有 放進來 雖然不是我們的威力導演 但是意思一樣 對不對 我就不用一張一張去啊 萬一他講個一分鐘 那怎麼辦 一分鐘 一秒就要三十個 一分鐘六十一千八百張而已 有沒有辦法才講一分鐘就要一千八百張 你要去背一千八百張很辛苦欸 好 那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呢 為什麼要有欄目綠目 就是方便我們出去 當然你如果是拍的是物品 那到 目的一定是這個限制 要看你的物品的那個 顏色而定 好 顏色而定 這樣有沒有 大概了解了 好 所以呢 我們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你看我們先進到這個完整編輯功能 我們剛剛在這個 簡報裡面喔 順便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 這裡 這裡 好 我們剛剛已經 比較後面了 對 就是在這裡 在威力導裡面 它的整個編輯流程 也大概是這八個步驟 第一個 你需要截取 那當然現在 大部分大家截取的需求比較少 而且你錄下來就是檔案了嘛 所以通常是扣進來比較多 扣進來比較多 再來就是我們主要編輯功能 編輯的功能 那麼編輯的功能這邊 它的那個後續步驟還蠻多的 那還有就是做所謂的特效 特效 特效比如說 你有看過一些影片的嗎 比較懷舊的感覺 所以照片是會流傳 是不是就會變得那個叫做 有點泛黃啊 或者有一些雜訊那種感覺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特效 那再來就是 我們的那個什麼 去背的部分 就屬於子母畫面裡面的 子母畫面 簡單來講 有點像我們的塗層的概念 像我們這個塗層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今天 一般的 就是你從前面到這邊 都一直都是什麼 一個一個的影片 接在一起播放 或照片接在一起播放 可是呢 我們有塗層概念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 疊到它的上面 這樣就叫子母畫面 但是我們疊在一起之後 就會有我們剛剛那個需求 我今天如果直接疊上去 雖然自己有方法 可是這樣是比較粗糙一點 有點像剪刀降母的感覺 所以我們需要做 所謂的去背摳補的動作 那最後呢 如果你做好了 我們就會再加上 所謂的標題啦 字幕啦 所以原則上 我一般的剪接是以影片為主 影片為主 那再來搭配我們的 轉場效果 這個轉場效果 反正各位用過泡沫應該都很接觸 對不對 轉場效果之後 最後呢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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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唉 唉 拍羊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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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借的那個 我們外面不是有那個DVD 借的那個叫什麼亞裔靈音啊 或以前的那個百事達啊 你借回來 現在都是那個出租漫畫店的順便在圖嘛 你如果借回來 三天來不及看 要怎麼辦 很多是有訪考的啊 對不對 有的人就會用這種方式保留變亂 我講保守一點保留變亂 這樣可以嗎 好OK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我們講 我們待會要做的 就是主要是在這裏 編輯的動作 編輯裡面就會有比較多我們要的 那我先講到這邊 我們就直接進來這邊 實做看看 好你進來之後呢 你看到 預設是不是就在編輯裡面了 有沒有 就在這個編輯的部分 所以呢 那你第一個進來的位置 他叫做媒體 媒體庫啦 也就是包括你所有的影片啊 聲音啊 所有相關會用到檔案 東東都在這裡 他叫媒體公布版 這裡有影片啊 有沒有 那所以如果你有檔案 需要匯進來的 你就從這邊 那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你是標準版的 他可以直接從 DressLong裡面 直接去下載 直接從那邊下載 那我們現在沒有 沒有關係 我就從我們剛剛有下載的 在這裡User裡面的下載 你從桌面裡面 像我這裡有兩個 我就把它加進來 好 那麼加進來之後呢 然後我們往下看 往下看 往下看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時間軸的部分 時間軸的部分 你看下面這裡 標準的 他一定會有兩個軌道 有沒有 一個是1 一個是2 中間格列 這個就是做特效用的 這一層就是做特效用的 好 這個特效用的 所以呢 1 1 是最底層 2 疊在它上面 2疊在它上面 然後呢 再往下有字幕啦 旁白啦 還有音樂 當然如果你覺得 兩層不夠 我們可以再增加 可以再增加 透過這個地方 可以再增加 第三層 第四層都可以 只有透過這個地方 有沒有 在這裡增加 看你要起個視訊軌 或者我們講的音軌 那你可以先用兩層就好 沒有關係 那麼 你看我把這個拉出來 你有沒有覺得 看到這裡有點熟悉 我們剛剛 80prandom 你看我把這個拉開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有齁 因為意思一樣 就是如果你要看某一個範圍 這個可以拉開 那如果點中間 這個就是移動它的時間走 時間走的位置 好 那點到這個 不管你是影片 還是這個 比如說我拿短一點的影片 這裡 把它丟下來 那這段影片是有聲音的嗎 欸 有沒有這樣 唉唷 好 有聲音它就出現在下面 好 出現在下面 那麼當我們 在正中間的時候 它是移動 可是當我法屬移到 它的後面的時候 就會變成什麼 裁切 會變成裁切 所以可以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那剛剛有同學問在這裡 很大的問題 萬一有人 影片是直拍的 可不可以做旋轉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有可能是直拍啊 手機是直拍的 手機是直拍的 怎麼轉 從這裡 它有一個叫做威力工具 你的影片 或者照片 你找到之後 來這邊有一個叫威力工具 好 點開它 你就會找到一個 視訊的旋轉 有看到的 甚至你要顛倒鍋 這裡都有 或者你的視訊 你弄太多 你也可以裁切一下 也可以通過這個 好裁切 我就直接切掉 我也不用遮罩了 好 就直接從這邊 假設我先看旋轉的部分 你就看你要轉幾度 因為這站是90度100% 好 那如果你是裁切 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把我的 啊 選取玻璃裁切的 這個沒有辦法 來這裡 來這裡 視訊去裁切 你就看你要切到哪裡 好 你要切到哪邊 它到時候就只剩下這一塊 好 就只剩下這一塊 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可以 大致上這樣去處理的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 你就看 90度 好 可能它就轉過來 好 那當然顛倒你用複的 就可以 所以這個是 萬一你在安排素材的時候 可能會有虛 因為 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像這樣直接把它交進來 交進來 這樣就可以 所以預設 它在撥棒的時候 就照這個數據這樣直接撥 但是你有一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預覽的時候 看一下我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叫片段 有叫全片 好 片子來分兩種 你看 大片小片有沒有 看片的招數高明而已 沒有啦 就是片段指的就是什麼 你現在所選到這一段 它只會播放這一段 那全片指的 你看我在拖曳的時候 有沒有它是動換到全片 因為那個就是表示我們 整段影片一起播放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裡切換 從這裡切換 就不會說局限在 你看的時候不會是什麼 只有看到你所選到的那個片段 這樣瞭解了吧 嗯 那我們順便就把它剪接功能把它帶進來 比如說你看我把它跳進來 這一段很長 好跳進來這裡 OK 哇 它有衝突 它這裡呢它會告訴你 你看 我們剛剛新增到工作區的片段的影格率是25格 有沒有 25格是歐規的 然後呢 它說你現在放進來的這個 你剛剛放進來的是這個 但是呢 我們的專案是多少 是不是29.97 或一般我們講的30 好30 這個就是我們講NTSC美規的規格 所以當它速度不一樣的時候 欸會有一點點小衝突 什麼衝突 請問 一秒鐘播25格 跟一秒鐘播30格 速度是不是不一樣 如果影片比較短 可能差距不大 可是影片長一點的話 一個越走越快 一個越走越快 對不對 這樣就容易到底是什麼 你原本也許這一段影片是5秒鐘 可是糟糕 播比較久之後 就會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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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落後了 所以通常這個 通常我們會把它設成一樣的 那當然假設 如果我們影片不長 你可以按下確定 這個影響值不大 好 有沒有 扎車進來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影片怎麼剪接 剪接 要從哪裡找 剪到這段之後 有沒有一個叫休閒 你把它按一下 你把它按一下 它會打開一個修剪的工具 來看一下 這裡有兩種喔 一種叫單一修剪 一種叫多重修剪 單一修剪 比較像我們 類似像我們剛剛 在那個Atebrand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只要去頭去尾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黃色的頭跟尾 對不對 那所以你可以看看 我這裡前面不要 我就往後退 好 它已經要開始了 就是從這裡 就一直點頭了 你就把這裡按下去了 有沒有 這就是起點 好那我們就找一下 我覺得終點 好到這邊就好 就按一下這裡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拖曳它 這樣意思是一樣的 好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就決定了 好確定 有沒有就剪斷了 不過你不用擔心 因為反正是數位的嘛 所以萬里你覺得 剛剪錯了 隨時再回去就好了 再按一下修剪 你就可以把剛剛那一段 這把放開 好 再把它釋放出來 這樣沒問題對不對 這是最簡單的 那麼 有些時候 我們會有需要多重修剪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錄了這一段之後 糟糕 我裡面有好幾段是要 又好幾段是不要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只去頭去尾 就沒辦法符合我們現在的需求 那這個時候 我們進到多重剪輯這個功能 進來這裡面 好的 那麼你可以看到 預設它會把這個地方 放得蠻大的 也就是說你看 雖然你現在看的是這一段 可是它其實呢 把這一段放大開來 讓我們影隔可以看得比較細一點 這樣了解嗎 看得比較細一點 那我就要問一下各位 我們只要跟視訊有關的 它的那個單位 這裡 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好像 比我們一般的十分秒 再多一點點 我們一般不是十分秒 對不對 但是呢 它後面還有一個叫什麼 影隔 這個影隔我們稱作什麼 RAM 也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播放速度嗎 一秒鐘播多少 所以如果以我們現在呢 一秒鐘播三十格 所以後面就是三十經位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嗎 好 所以你先來找看看 假設我想要從 呃 這裡這裡 這樣它往前一點 往前一點 好最開始在這邊 往後往後往後 好差不多 從這裡準備開始了 好我就給它一個 按一下有沒有 然後呢我再找找找 找看看 好 到這一段 這是第一段 我要的 有沒有發現我們右手邊已經 選出去段一了 那你就繼續往後走 就繼續往後走 我再看看 後面哪一段是我要的 假設我到 這邊開始 我要另外一段 等一下 一樣給它一個起點 到終身紀念堂 好 給它一個終點 欸 有沒有第二段 再往後 所以你等於說萬一如果 像我們這種情形 什麼時候會需要多重剪輯 以前我們的類似像 有時候不小心按下去了 然後就忘記關掉 就一直錄下去 就一直錄下去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有 這種需求 比如說到這邊了 結束 總共三段 你就按確定 出來外面就變成三段 這樣我們變成一二三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 一般的 單純的剪輯 還有 多重的剪輯 影片剪輯就像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 稍微安排一下 稍微安排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的 可以的 如果你想要讓它變成什麼 比較有 復古的感覺 然後 順便把這個講一下 特效功法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它有很多 有沒有 那 看一下 視覺的 你看在下面這裡 往下 往下 這裡有電視牆的 你看 把它丟下來齁 丟在它的下面 特效是要放在這一格的 這一格 低層之下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 拉動一下 這樣有沒有電視牆的效果 這樣應該要了解那個感覺 那如果說你想要 它有點 這個我拿掉一下 如果你要它的是一般的 我們來看那個 黑白照片 還有什麼 還有很常見的 就是懷舊電影 有沒有 你就把它丟在下面 這一段我想懷舊電影的感覺 有沒有這種 你可以先推一下 是不是有加那些線條進來了 當然這些東西呢 你還可以做一點點它的 什麼 細項的調整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比如說你要它 污點多一點 對不對 差很多一點 查訊多一點 展示多一點 展示多一點 這樣了解 以前來不及參與 我就後面幫你加進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想你先玩玩看 好吧 就是透過這個簡單的方式呢 第一個 你一定要怎麼把它抓進來 這在我們的叫做 媒體工坊裡面 你把你需要的素材 從旁邊這邊把它交進來 第二個你交進來之後呢 你要會裁切 對不對 裁切 那如果是照片 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你要多長就多長 可是如果是影片的話 原則上 它如果到這裡 你就沒辦法再拿長 你只能往後退 這是最簡單的 那麼 第二個呢 如果你要做修整的 我們講的那個 單一修剪或多重修剪的方式 你就進到這個修剪的功能 剪一下 最後再加上我們的特效 當然特效不一定要加 你有需要的 你再加進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囉